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檳城那些华人在新年期间都很讲究以头 尤其在吃团年饭时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这道菜是沙葛生菜包 这道菜非常好以头 它的意思是生生猛猛 包你行好云 现在介绍材料 首先介绍生菜 生菜你们喜欢吃多少就准备多少 沙葛300克用来切丝 这个份量大概是8-10人 红萝卜也是切丝 大约是50克 这些就是冬菇 冬菇大约是半半碗 也是切丝 冬菇最重要是切丝之后 用半茶匙的生粉、半茶匙的糖 来腌一下 炒出来的冬菇肯定很爽滑和香甜 这个就是齋鱼翅 一齋鱼翅就浸过水 大约是半饭碗 油四个大匙 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盐也是四分之一茶匙 这个就是香菇味素 也是四分之一茶匙 这些是生抽 一个大匙 只用蚝油半个大匙 黑油少去就可以了 比起色水 不用放太多的 好, 下来炒沙葛生菜包 现在油开始热了 我们就先炒香冬菇 然后放红萝卜和沙葛 炒香 白鯇薄 现在蓋粉 炒至于炒 farmers 就会炒esa 炒成叩的醋 炒小杂 炒大 炒小杂 这个就是盐 这个是香菇味酥 豉油 生抽 生抽一大匙 蚝油 半个大匙 蚝油 蚝油只需要少量 大匙一两瓶就好了 用色水 因为蚝油不是很好看 新年期间千万不要蚝油 有少量色水就好了 因为讲乳头 讲乳头 好 接下来倒些水去炆 炆到干水为止 现在差不多了 炆到干水了 炆到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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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杯子肠 炆到干水 所以炆到干水 煮了 这个生菜你喜欢吃多少就准备多少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可以上碟了 先关火 多香 又好看又好吃, 又容易做 现在这个生菜包就煮好了 煮好了 一只只放下去 上碟了, 开始上碟了 开始上碟了 现在我们就介绍这个材料给大家 继续重复材料 继续重复材料 每年都预复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家 继续重复材料 有一个小的水 有一个小的小小的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